俄軍坦克從1號開始接連使進基輔周遭區域 但幾天過去了 部隊卻還停留在距離市中心30公里遠的外圍 始終沒有再向前推進 從衛星影像能看到俄羅斯部隊在基輔的西北區域聚集 軍事車隊陣容浩大 隊伍延續將近65公里 但他們遲遲沒有攻入基輔市區 被研判是遇上了幾個棘手難題 首先是後勤功不應求 讓俄軍的糧食和燃料出現短缺問題 還傳出有飛彈鎧甲受困泥巴蒂的消息 一位經濟學者貼文分析 鎧甲車的輪胎是中國廠商模仿米其林輪胎的仿冒品 由於質量不佳 才讓俄軍車輛陷入泥地 除此之外 烏克蘭軍隊出乎意料的頑強反擊 也是讓俄軍進攻受阻的原因 就在部隊停下腳步重整旗鼓時 卻有壞消息不斷消磨俄軍士氣 軍方情資指出俄羅斯少將蘇霍韋茨基 在近日試圖空降到基辅附近小鎮時 被巫國狙擊手擊中 已經戰亡 雖然莫斯科還未證實他的死訊 但消息已經傳開 恐怕會為普丁的戰爭計畫帶來更多打擊 而俄羅斯接下來會在何時向前推進 讓部隊攻入基辅 情況也尚未明朗 環宇新聞劉慶文綜合報導 並且開啟小鈴鐺 隨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並且開啟小鈴鐺族 並且開啟小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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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